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话似乎有点多余 不是他点的 会送到他家 陆毅有种很无语的感觉 无奈翘了翘嘴角 将外卖用厨房的碗碟装好 啊 惊吓愣愣地望了他一眼 既然选择吃外卖 就不必用厨房的碗碟了吧 这样多麻烦 是吧 他心里的算盘陆毅又怎能不知 不用厨房的碗碟 他就不用喜 陆毅那个腹黑男友这么好 不 当然不 麻烦 我吃外卖从来都如此 怪人怪疲 今夏也只能按照陆毅吩咐地去做 咱们是AA制 还是下次你请我 陆老师 你的意思是有我的份 今夏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 兴奋地问着 一顿饭就那么高兴 陆毅是真的佩服今夏的满足感 这么容易 所以 是AA制 还是下次你请我 今夏在打开外卖时 瞟了发票一眼 这一顿差不多600块 就今夏口袋里的那几百块 他还得留着浇水电费 嘻嘻 下次我请你 意料中的回答 陆毅不动声色开吃 看着桌上的美味佳肴 今夏直吞口水 再也抵抗不了美食的诱惑了 大口大口吃 还扒击着嘴 陆毅不禁嫌弃的目光望着他 陆毅的目光太犀利 今夏意识到了是在陆毅家中 他缩了缩身体 有点像小学生考试时 作弊时被老师发现的感觉 他放慢了吃的速度 也缩小了吃的声音 就连加菜时也带着些小心翼翼 陆毅不禁觉得好笑 在今夏低头吃饭时 一抹干净的微笑挂在陆毅的唇角处 吃饱喝足的今夏 洗碗时没有任何怨言 把碗洗得贼亮 都可以当镜子使了 今夏没有了陆毅的联系方式 今后他要负责501的卫生 自然要联系陆毅 他甜甜地笑 带着讨好的声音 陆老师 你的微信号是多少 我添加一下 方便联系 陆毅的记忆在倒带 上次删他微信时 删得那么干脆 现在又讨好的模样跟他要微信号 陆毅假装不知道今夏将他微信删除的事 惊讶到 你不是有我的微信号 他笑咪咪嘚道 不久前 手滑 不小心删除了 演戏 谁不会 别忘了陆毅他可是影帝 真的是手滑 而不是故意删的 真不是故意的 我可是陆老师您的超级粉丝 有多少人为了能拥有你的微信梦寐以求 我怎么舍得删除 今夏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撒谎撒得脸不红心不跳 这演技 离灯影后的距离不远了 微信 我不常用 QQ行吗 陆毅的演技比今夏的更精湛 QQ 现在都2021年了 谁还常用QQ 反正今夏是不常用 还真是个陆大叔 今夏无奈道 行吧 我先在手机上下载一个QQ软件 陆毅心里可得意了 既然知道有很多人 为了能拥有他的微信梦寐以求 这小眼猫竟然如此不珍惜 有句话说得好到 来得太容易的东西 往往不被人们所珍惜 QQ软件下好了 今夏惊天的 发现自己把QQ的密码忘了 让他更恼火的是 他的QQ没有绑定现在用的手机号 任凭他使出18般武艺 QQ还是登不上去 陆老师 我QQ登不上 您能把你电话号码给我吗 陆毅曾经用手机打过今夏的电话 自己不保存 现在还想跟他要 陆毅皱了皱眉 念给今夏一串数字 今夏听完 一脸懵逼 靠 陆毅给今夏的是座机号码 陆老师 这是座机 你也不常在家 我知道是座机 你刚刚说了是电话号码 电话号码一般不是都指的是座机号码 钻牛角尖 咬文嚼字 谁不会 今夏最擅长的可是这个 那是20世纪的叫法 21世纪的叫法是道 电话号码指的是手机号码 言外之意 他们差了一个世纪 陆毅听了 脸都绿了 他那张充满青春活力的脸 像是活在20世纪的 他冷言冷语道 手机号码 那是我的私人号码 我得考虑一下 他不给 有的是人给 今夏舅舅又不是吃素的 要不到 就把他给怼到 今夏对着他离去的背影 吐着舌头 得意地笑 好不欢乐 第三十集 今夏的青梅竹马一出现 陆毅不退圈了 陆毅已经在家闲置了好几天了 把今夏累得够呛 除了忙自己的事 还得负责501的卫生 陆毅翘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 吹着冷气 喝着咖啡 而今夏里里外外地打扫 脸上挂满汗珠 心里盼着陆毅早点离开家 陆老师 你最近都没有通告 没有 陆毅喝了口咖啡 慢悠悠道 准备退圈了 啊 今夏万分地惊讶 惊讶之余 他想到他以后苦哈哈的日子 一副觉着十分惋惜的口吻道 陆老师 你可千万不能退圈 你的样貌和演技都是举世无双的 若是你退圈了 娱乐圈的有多损失 今夏的那点小九九 怎瞒得过陆毅的火眼金睛 我退了 你们这些后辈才有机会 不是吗 不 不 你在娱乐圈的地位无人能及 今夏的彩虹屁月拍月响亮 你是多少人心中的偶像 你要是真的退圈了 我们这些后辈就失去了学习的机会 陆毅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有一条来自蓝清玄的信息道 明星的印记栏目导演 邀请你在退圈前帮他带两位新人 你一下如何 明星的印记是一档综艺节目 是记录明星成长的过程 很多新人都想参加这档节目 增加曝光率 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资源 陆毅简单回了两个字道 不带 一天后 今夏例行在陆毅家中打扫卫生 陆老师 我明天要去参加一个综艺节目 最近就不能来你家打扫卫生了 陆毅顿了顿 问道 什么综艺节目 就是那个明星的印记 我记得陆老师你之前 也参加过这个节目 里面的导演好相处吗 陆毅沉默了一会 才回道 还好 哦 今夏离开后 陆毅拨通了蓝清玄的电话道 明星的印记这期的嘉宾有哪些 除了两个新人外 都是些名气很大的明星 你也都认识 哪两个新人 袁今夏和谢霄 谢霄 陆毅的记忆在快速翻转 脑海里出现谢霄和今夏同台演出的那一幕 谢霄看今夏的眼神 明显像在看恋人一般 心里道了一句道 青梅竹马 脸上的神情瞬间冷了几分 跟蓝清玄聊了几句才挂断电话 随后匆匆离开天空花园 去了陆家别墅 节目的拍摄地点在乡下 谢霄早早来到天空花园等今夏一起前往 见今夏背着一个双肩包 拉着一个行李箱 手里还提着一个食盒 谢霄打句道 有那么穷 还带便当去 我打听过了 节目组管饭的 今夏什么也不说 只是笑笑 心里一肚子的苦水 为了这便当 她少睡了两小时 今夏在车里补了几个小时的觉 她醒来时 她和谢霄已经抵达了拍摄地点 屋里出来一女子 今夏礼貌叫人道 上官老师好 上官老师名叫上官西 和陆毅童年出道 上官西道 你是今夏对吧 这位应该是谢霄 走吧 上官西热情地帮今夏提行李 他们几人还没走进屋 一辆保姆车停在了他们后方 上官西笑道 她来了 这个她 今夏听出了一种大人物的味道 往后看去 保姆车上下来一人 今夏认真一看 那人是陆毅 她丝毫不觉得惊讶 穿着蓝色衬衫的陆毅 黑色休闲裤 成熟又高冷 衬衫搭休闲裤 在她身上毫无违和感 也只有陆毅能称得起 毕竟脸和身材摆在那 上官 陆毅先是友好的跟上官西打了声招呼 视线锁定在今夏身上 今夏端竹手里的石盒走进陆毅 陆老师 这便当给你 现在是直播 一串串的弹幕弹起到 哪来的丑小鸭 给我家哥哥送便当 他叫好像叫袁金夏来着 他们什么情况 谢霄 上官西等人的反应 不比电视剧前的观众们小 就连导演也是大吃一惊 陆毅很绅士地接过石盒 替我谢谢你舅舅 金夏有些愣 便当是陆毅要求金夏做的 跟他舅舅有什么关系 他转念一想 直播现场 陆毅怎会跟他扯上关系 导演终于忍不住问了道 陆毅 你和小夏是亲戚吗 陆毅道 我们两家算市交 不过 我也是上个月才知道的 一波弹幕又起到 哇 他们竟然是市交 那我们 可得对这袁金夏好点 其实 这是陆毅设的一个局 一来可以给金夏的 青梅竹马谢霄 敲个警钟 二来可以帮金夏增加人员 电视机前的蓝青璇 终于知道 陆毅为什么突然要参加这节目了 也知道陆毅暂缓 退出娱乐圈的原因了 陆毅 陆毅 陆毅